永保本色驻忠诚 亲民爱民艰苦奋斗 科学求识迎难而上 前不久 武警开封支队兰考中队组织新兵 来到兰考县郊玉录纪念园参观建学 郊玉录雕像前 新兵们倾听阴谋故事 汲取精神养分 强化使命担当 返回营区的路上 该中队党支部书记崔星告诉记者 兰考中队驻守在县委书记的好榜样 郊玉录曾经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 近年来 该中队充分发挥驻地红色资源优势 引导官兵学习弘扬清明爱民 艰苦奋斗 科学求识迎难而上 无私奉献的郊玉录精神 在屡职尽责中永保军人本色 正当强军先锋 每逢新兵下队 老兵退伍等时机 该中队都组织参观郊玉录纪念园 阅读郊玉录相关书籍 观看队史郊玉片等活动 常态化举办郊玉录故事演讲会 化传统亦发展古斗志 引导官兵把郊玉录同志 带领兰考人民战天斗地 赶交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精神 转化为苦练精兵 敢打必胜的血性胆气 编制体制调整后 该中队遂行任务更加多样 对官兵的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此 他们仅仅围绕立精兵 谋打赢谋训言训 常态设立训练龙虎榜 定期组织评比竞赛 全面激发官兵训练热情 近年来 在上级组织的比武竞赛中 该中队40次获单向第一 200多人受表彰 2018年11月3日 兰考中队营区附近一家工厂失火 中市党员王金涛发现火情后 立即向中队干部报告 并第一时间和战友展开救援 他冒着生命危险 多次冲进火海救出数名群众 紧急关头 救人是第一位的 王金涛说 保护好驻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就是学习教育录精神的最好行动 2021年 上级组织射击、投弹、刺杀、军事体育、 擒敌对抗等课目比武 中市班长黄柯在前四个课目中成绩名列前茅 可在擒敌对抗课目中不慎扭伤脚踝 他忍着疼痛继续比赛 经奋力拼搏 最终取得总分第二名的好成绩 多年来 该中队一插插官兵持续学习弘扬教育录精神 立足岗位练本领、强素质、当兼兵 该中队连续23年被总队表彰 为基层建设先进中队 荣立集体一等攻一次 集体二等攻六次 集体三等攻十五次 去年 该中队党支部被中央军委表彰为 全军先进基层党组织